他被称为美国密尔沃基实施鬼 13年内猎杀17名男性 先享受他们的身体 再享用他们的肉体 接着再把他们做成战利品摆放在公寓 汉尼拔也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角色 欢迎回到案件调查中 我是老迪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案件调查 1991年7月2日 一个带着手靠的男子 在美国密尔沃基市的街区上狂奔 巡逻的警察以为他是逃犯 连忙将他拦了下来 男人面色慌张 在见到警察后却松了口气 他像见到救星一样紧紧抓着警察 嘴里还不停喊着有人要杀他 警察一听立马警惕了起来 好不容易安抚好男人后 才从他口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男人名叫爱德华 他今天和两个朋友在街上闲逛时 被一个男人叫住了 男人说自己叫达默 是一名摄影师 想邀请爱德华他们三个人 做他的人体模特 他可以提供一百美元的酬劳 一听到报酬这么高 爱德华立马就心动了 他最近手头紧 正想着去哪搞点钱来花 自己一个大男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犹豫片刻后 爱德华答应了达默 但他另外两个朋友 觉得不太靠谱 就没一起去 跟朋友分开后 达默就把爱德华 领到了自己家 他解释说 这种隐私照片 在家里拍比较安全点 爱德华并没有多疑 跟着达默进了门 可是刚一走进达默家 爱德华就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 昏暗的房间里 没有开灯 也没有拉开窗帘 一股恶臭和浓烈的酒精味 刺激着他的鼻腔 角落里还突兀地摆放着几瓶 腐蚀性极强的盐酸 他站在玄关处 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达默看出了爱德华的不自在 达默微笑着解释道 恶臭是因为冰箱坏了 盐酸是用来清洁地板的 爱德华只需要尽快配合 拍完照片 就可以拿着100美元走了 尽管爱德华已经有些疑虑 但是在高薪的诱惑下 他还是选择了继续 可是就在爱德华四处巡视房间的时候 达默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他的背后 然后拿出一副手铐将爱德华靠了起来 顿感不妙的爱德华极力反抗起来 但行动受限的他完全不是达默的对手 达默凶向毕露 强行将爱德华推进卧室 靠在了床上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刀 朝着爱德华比划 像是一个屠夫在思考 要怎么分解一头猪 紧接着他又紧靠在爱德华的胸膛上 一脸贪婪地说 他会好好享用这颗心脏 极度恐惧的爱德华 此时反而冷静了下来 为了拖延时间 他向达默提议先喝一杯 嗜酒如鸣的达默 竟然真的答应了他的要求 达默拽着手铐的另一端 将爱德华带到了客厅 几杯酒下渡后 达默已经有了醉意 他松开手铐 转身去拿相机给爱德华拍照 而爱德华趁这个机会 一拳将达默掀翻在地 然后落荒而逃 直到碰见了警察 他才停了下来 安顿好爱德华后 巡警根据他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达默的公寓 他们提出要对公寓进行搜查后 达默并没有拒绝 一名警察竟只走向了 臭危最浓的冰箱 打开冰箱后的一幕 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一颗人头就摆在冰箱的正中间 还有一些人体组织 也被胡乱塞在里面 即使是低温 也阻止不了腐烂和恶臭 这名警察大喊着 达默是连环杀人犯 并且让同事控制住了达默 向警局请求志愿后 很快就有大队人马 对达默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 警察在达默的卧室里 找到了大量不同分解程度的人体照片 粗略来算 他已经残害了十几个人了 同时警察还在厨房里 找到了没被处理完的受害者残骸 其中一些正被当食材放在铁锅里 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警察 立刻将达默带到了警局审讯 一桩震惊全美的食人魔案 就此浮出水面 1960年 达默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一个中产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名设计师 父亲则是一名化学家 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 达默从小受到的关爱并不少 在四岁之前 他一直都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但是四岁时的一场善气手术 让达默命运的齿轮开始偏转 在这次手术后 达默因为身体的不适 逐渐变得害羞和胆怯 而他父母也因为工作繁忙 忽视了他的变化 在达默一年级的时候 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 因为从小长得清秀可爱 又酷似女孩子 达默经常受到邻居男孩的性骚扰 但他的父亲因为工作 时常不在家 母亲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因此他们在达默最需要关心爱护的时候 都没有给予他应有的陪伴 这也为达默成年后的怪癖 埋下了种子 1968年 达默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 这是他们两年里 第三次因为父亲的工作搬家 频繁地更换学校和地址 让本就内向的达默 更加交不到朋友 大多数时候 他只能一个人玩耍 因为太过寂寞 达默开始喜欢上了小动物 然而在一次意外中 他发现小动物的鲜血 更加能刺激他的神经 这种兴奋感 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自此之后 达默就经常故意弄伤小猫小狗 甚至是开始解剖他们的遗体 他的行为很快就被父母发现了 但是他的父母却认为 这只是男孩的游戏 再加上要照顾达默的弟弟 并没有对他过多干预 等达默上了高中之后 他又因为性格孤僻 被同学们孤立和戏弄 达默心里苦闷 学会了戒酒消愁 从14岁开始 他就成了一名酒鬼 还经常把烈性酒 偷偷带去学校喝 学校把他的行为 告知了他的父母 但是这对夫妻并没有时间 来关心儿子的所作所为 因为此时 他们的婚姻正处于 即将破裂的状态 每一天达默家里 都充斥着无止境的争吵 吵了几年之后 达默的父母 在1978年选择了离婚 因为此时达默已经成年了 法院并没有划定 他的抚养权归谁所有 他的父母也只过着 争夺小儿子大卫的抚养权 完全把达默抛在了脑后 最后达默的母亲 带着小儿子离开了 达默留在了父亲这里 然而他的父亲忙着工作 和跟新女朋友交往 只留下达默一个人 孤独地生活在他们曾经的家里 6月份的一天 达默感到寂寞 开着车出门闲逛 在路上 他被一个叫史蒂夫 希克斯的年轻人拦住了 这个年轻人 要去离达默家不远的地方 参加音乐节 所以想搭一下达默的顺风车 达默没有拒绝 一路上 他们两人聊得很是投机 希克斯还让达默跟他 一起去音乐节玩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有人对达默如此友善 因此音乐节结束后 达默邀请了希克斯 一起去他家喝一杯 希克斯很高兴地答应了 他们又一起愉快地 度过了几个小时 眼看着天色不早了 希克斯提出他要回家了 谁知这句话 却自己到了达默 一直以来都在被排挤 被抛弃的达默 不想让他离开 于是他随手拿起一个哑铃 砸在了希克斯头上 瞬间 希克斯就失去了知觉 对此达默还不满意 他还掐住希克斯的脖子 直到他彻底没了气息才松手 接着达默对希克斯的遗体 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又像对待恋人一样 和他同聚了好几天 直到遗体的腐臭味 难以掩盖之后 达默才把他埋在了后院 第一次醒凶之后 达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不过因为担心暴露 后面的几个月 他都没有再作案 直到12月份的时候 达默许久未见的父亲 突然回家了 他看见儿子醉醺醺的样子 十分愤怒 便把达默送到了部队 一开始在部队的管理下 达默的酒瘾确实有所克制 但好景不长 1981年3月 达默就因为过度酗酒 和严重抑郁 被部队开除了 不想再面对父亲的达默 没有回家 而是独自去了迈阿密打工 他一边在商店兼职 一边继续酗酒 很快他微博的工资 就无法支撑他生活了 达默走投无路 搬到了祖父母家 一开始祖父母 还很欢迎多年未见的孙子 但时间一长 他们也开始不满了 达默没有工作 天天酒不离手 唯一的活动 就是喝醉后四处乱逛 好几次 达默都因为酒后 在公共场合暴露身体 以及侨便被捕 达默暴露狂的名声 也被邻居传了个遍 感觉丢脸的祖母警告他 如果再乱来 他就要把达默赶出去 可是达默并没有 把祖母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离犯罪的深渊 越来越近 1987年9月15日 达默像往常一样 去酒吧喝酒 这天他遇到了 从密歇根来玩的 史蒂文托米 托米主动 跟独自一人的达默搭讪 他们两人越聊越开心 酒吧打样后 还一拍即合 决定去开房间继续喝 达默最后喝得太醉 一觉睡到了天亮 他准备叫醒托米时 却发现他早已变成了一具 冰冷的遗体 达默喝断片了 实在想不起托米是怎么死的了 但他也没多纠结 达默很自然地下楼买了个 大号行李箱 然后把托米运回了祖母的地下室 达默冷静地将托米分解 再用自制的化学混合剂 来漂白他的头骨 在这个过程中 头骨会变得很脆 达默很轻松 就能将其粉碎 因为祖母知道 达默经常在地下室 处理动物遗体 所以当地下室 再次传来熟悉的腐蚀味时 他除了抱怨 孙子的奇怪行为 也没太在意 短短几天时间 达默就让托米 无声无息地 消失在了世界上 然而 托米的死 再次勾起了达默心里 嗜血的欲望 1988年1月 他以拍照为借口 将14岁的詹姆斯 骗到了地下室 然后用一杯 混有安眠药的饮料 迷晕了他 为了满足自己的怪癖 达默先将詹姆斯 类断气后 对他的遗体 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紧接着 他又用同样的手段 处理了詹姆斯 顺利完成两次犯罪的达默 便得一发不可收拾 距离处理詹姆斯 才两个月 他就又在祖母的房子里 用同样的手法 处理了 从酒吧骗来的格雷罗 由于达默频繁地 在地下室处理遗体 祖母再也不能忍受 他制造出的臭味和噪音 他勒令达默 马上搬出他的房子 杀人上瘾的达默 没再向祖母求情 因为他觉得 在祖母家作案 还是不够方便 于是达默在处理完 地下室的痕迹后 就利索地搬到了新公寓 从此达默开始了 他肆无忌惮的猎杀之路 但是达默 在新家的第一次作案 并不顺利 他本打算用老办法 诱拐一个13岁的男孩 但是对方过于警惕 逃了出去 并且向警方报了案 被捕之后 达默咬死 对方是自己的情人 他的律师 也帮他把案件审判 拖到了5月份 因此达默只被拘留了几天 就回家了 达默在家等待审判 并没有闲下来 3月份的时候 他就耐不住寂寞 去给爸寻找新猎物了 这天 他还顺利地将一个 叫安东尼的男生 骗回了家 达默完成分解一事后 还特意将安东尼的头骨 涂成灰色 留了下来 他觉得这次作案的时间很特殊 因此值得纪念 5月份 达默等来了法院的审判 他因为二级性骚扰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延缓执行 在此之前 他要在劳教所工作一年 同时 法院还禁止 他跟18岁以下的儿童接触 之后 达默在劳教所工作了8个月 就被提前释放了 他搬去了密尔沃基的一家公寓 受过一次教训后 他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在一年的时间里 达默就连续杀害了12人 不过 他也不是次次顺利 有一次 一个叫克拉内克的亚裔男孩 就跑了出来 向警察求救 出于疏忽 达默一开始 没有让他直接丧命 侵犯过克拉内克后 达默就出门买啤酒了 而此时 克拉内克醒了过来 他来不及穿衣服 就拼命逃跑 在路上 有两个好心的女生 替他报了警 但此时 达默已经拎着啤酒回来了 他愤怒地 想带走克拉内克 幸好此时 警察赶到了 克拉内克以为 终于可以得救时 让他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达默一脸淡定地 跟警察解释 他们两人是同性情侣 不过是吵架了 克拉内克才会一山不整地跑掉 尽管克拉内克拼命反驳 警察还是选择了相信 同为原住民的达默 最后 克拉内克还是被达默带了回去 不可幸免地 死在了这个恶魔手下 多次行凶之后的达默 越来越变态 他每次都想尽可能留下 更多的材料 供自己食用 拍照留念 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但也是因为他这一行为 才会将他的恶行彻底暴露 被警察逮捕后的达默 并没有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炫耀式地 讲出了作案过程 和埋藏遗体的地点 法院也立即对达默进行了审判 最后 因为有一个受害者的遗体 无法找到 达默最终只因为16起名案被起诉 合并获刑957年 达默入狱后 监狱考虑到他的危险性 长期将他安排在单独的求是 然而在1994年11月28日的一次集体活动中 在看守松谢时 达默在狱中被一名黑人囚犯杀死 这名囚犯声称是受到了上天的感召 所以才要将他杀死 替天行道 达默仅仅34岁 就这样结束了短暂而又罪恶的一生 相较于死在达默手下的冤魂来说 他还是走得太轻松了 你们觉得呢?今天的案子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老迪分享的案件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这里是案件调查中 各位原方,下期见